一个人单挑整个联盟 能完成如此神迹的也就只有他 球王梅西 联盟垫底大战东部第一 在梅西来之前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然而梅西的到来 却将一切全都改变了 七场比赛 实力进球 梅西硬是一局 率领联盟垫底的麦阿密 一局登上了北美之巅 而在此之前 是没人敢想 联球队老板贝克汉都出乎了预料 在一局夺得北美联盟杯之后 球王梅西迎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公开杯 就如同足总杯之英格兰 国王杯至于西班牙 是美国足球最古老的一项赛事 其分量可想而知 美国公开杯的半决赛 杀入四强的麦阿密迎来了强大进攻 东部排名第一的辛辛纳提 倒数第一对东部第一 辛辛纳提 无疑是梅西登陆美直连以来 所遇到的最强对手 在外界看来 麦阿密这一战必败无疑 就算是球王梅西也不可能逆转乾坤 而这些人到底还是低估了球王的神威 大战一打响 麦阿密国际并不畏惧什么东部第一 持续的连胜下 他们的士气早已经达到了顶峰 而相比之下 坐镇主场的辛辛纳提反而位手位脚 控球明显弱于下风 然而东部第一到底还是东部第一 凭借着脊脚犀利的反击 麦阿密的防线一下子就被攻破了 一比零阿克斯塔辛辛纳提打破疆局 率先取得了梦幻开局 球门失守 麦阿密众员还没来得及做出反 又遭到狠狠一击 短短三分钟不到 麦阿密便又一次失守 但好在这一球越位在先 麦阿密国际逃过一劫 整个上半场 麦阿密国际的表现都十分低 他们防守松散 无法足起像样的进攻 下半场换边在这麦阿密攻势不减 却无法对球门构成威胁 反倒是辛辛纳提抓住机会 给予了麦阿密致命一击 老三角这角传球也非常的漂亮 2比0 辛辛纳提扩大了抵分 麦阿密国际被逼入到了绝境 两球落后 比赛几乎已经失去了悬面 可偏偏这个时候奇迹诞生了 看看梅西的定位球 球速是非常的快 投球 球进了2比1 梅西上演助攻 盘盘盘那投球破门 麦阿密国际扳回一场 重新燃起了希望 然而才过去短短数分钟 麦阿密又一次失手了 辛辛纳提又进球了3比1 只是辛辛纳提还没来得及庆祝 裁判的哨声就响了 手球进球无效 麦阿密再度逃过一截 商庭普18分钟 辛辛纳提调兵潜价 是要死守比分 眼看着中场哨声就要响起 麦阿密国际败局已定 可偏偏这个时候 梅西又一次地站了出来 传到后点投球 梅西助攻 梅开二度 麦阿密扳平了比分 2比2梅西怒开天眼 上演助攻没开二度 完成了独秒绝杀 麦阿密国际中场绝评 比赛悬念在起 根据赛事规则 双方进入到加实赛 加实赛的上半场 替不出场的马丁内斯立下起攻 一脚攻破了辛辛纳提的球门 3比2麦阿密国际逆天反超 上演了惊天大逆转 从0比2到3比2 这是连金庸都不敢写的情节 可偏偏梅西力挽黄澜 让一切都成了真 但东部第一 毕竟是东部第一 辛辛纳提及全队之力 终于在加实赛下半场 撕开了一条线 打进了扳平比分的一球 3比3比分再度被打平 比赛悬念在起 加实赛难分胜负 比赛不得不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 点球大战第一轮 辛辛纳提率先主罚 前一步的取得了领先 轮到麦阿密国际 梅西作为麦阿密的领袖 第一个站了出来 骗过门将 梅西一蹴而就 将球稳稳打进 接下来的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双方均全部命中 点球大战一直打到4比4平 点球大战第五轮 辛辛纳提这边有些犹豫 正是这一犹豫 点球贝卡伦德一把封住 轮到麦阿密国际 这球一旦打进 比赛可就结束了 克里马斯基来了球进了 点球大战5比4 麦阿密国际赢了 梅西于绝境中力挽狂澜 高速第一打败东部第一 又一次杀进了决赛 这就是球王梅西和他的两个好朋友 布斯克茨和阿尔巴 从巴萨来的巴西连线兄弟 美国公开杯决赛 一段新的球王神话就要上阳了 来到麦阿密的头几个月 整个美国都在为梅西狂欢 八场比赛 实力进球 梅西率领联盟垫底的麦阿密国际 一路疯狂逆袭 站在了北美之边 在举起北美联盟杯 杀金美国公开杯决赛 梅西终于迎来了他在直连的首秀 常规赛第26轮 麦阿密国际做客新泽西 迎来了个新的挑战者 纽约红牛 麦阿密的首发11人中 并没有出现梅西的身影 连续逆急的赛场 让梅西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 为了让球王稍作休息 主帅马蒂诺将其安排到了替补席 准备叙事 代发场上缺少了梅西 麦阿密的进攻变得异常凌乱 几乎很难完成射门 而相比之下 纽约红牛依靠着主场的优势 上演了强势的碾压 久攻不下 必有失诚 连续的射门威胁下 纽约红牛非但没能改写比分 反而遭受了重重一击 1比0 麦阿密国际首开技能 率先打破了场上的将军 连坐在替补席上的雷西 都忍不住其力鼓掌 一球领先 麦阿密国际士气大胆 将比赛的氛围推向了高场 比分落后 纽约红牛发起了不要命的强攻 然而通过现场的VAR确认之后 主裁判立刻做出了改参 取消了点球 麦阿密国际逃过一截 下半场一边再战 麦阿密国际顶住了压力 并没有出现崩盘 比赛第60分钟 在现场球迷的一片欢呼声响 球王梅西登场了 梅西和布教授一起替补出场 迎来了登陆美直连的首秀 这是梅西代表麦阿密国际出战的第九场比赛 随着梅西上场上的形势 立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麦阿密国际气势大胆 攻势变得愈发凶猛 纽约红牛顽强厮守 却终究还在最后一刻破了房 被梅西彻底撕成了碎片 2比0球王梅西降维打击 梅西于6名防守球员的包夹中 不开天 隐生生撕开了一条血路 一举洞穿了对手的大门 一脚定乾坤 这就是所谓的上帝视角 这就是所谓的球王梅西 美直连手球梅西的这一脚进球 令比赛彻底失去了旋命 麦阿密国际力压纽约红牛 终结了连续11轮联赛不上 同时由公布倒数第一升至倒数低压 摆脱了垫底的位置 9场比赛11力进球 梅西的降临 让麦阿密看到了冲击季后赛的希望 剩下的11场比赛 麦阿密是要逆天改命 创造奇迹 然而世界上只有两种球队 有梅西的球队和没有梅西的球队 事实证 有梅西和没有梅西的麦阿密 完全是两个级别 2023年的夏天 梅西以球王的身份驾离麦阿密 成了美直连最大牌的球星 36岁的高龄 世人都以为他来这里是为了养 却万万没想到 这个足球界的王却用超越男人的表现 开启了神的右翼传奇 北美联盟杯7场比赛实力进球 梅西只用了7场比赛 又将联盟暴取第一的麦阿密国际 飞向了北美之边 在一举夺得了北美联盟杯之后 梅西又率领麦阿密国际 杀尽了美国公开杯的决赛 将这只倒数第一的球队 带到了本该部属于他的高度 从驾临麦阿密 只要梅西上场比赛就没输过 梅西的存在 让人们产生了种错觉 麦阿密国际很强 然而当梅西不在 麦阿密国际又在请客间 又回到2023年 美国公开杯决赛 麦阿密国际坐镇主场 迎来了冠军之战的最后一个对手 休斯顿迪纳蒙公布倒数第二对阵西部第四 看起来难度不大 但这一战 梅西却意外缺阵 梅西 阿尔巴两大超距 没有进入到大名单 三老只剩下布斯克茨孤军出战 这场冠军争夺战 和梅西阿尔巴出现在看台的 还有国际足联主席 英凡蒂诺 前黄马主帅 齐祖齐达内 NBA超级巨星詹姆斯哈登 然而不同的是 哈登却不是来支持梅西的 作为休斯顿迪纳摩的小老板 他更希望自己的球队夺冠 缺少了球王梅西 和助攻系列的夺后卫阿尔巴 麦阿密国际全面受损 彻底失去了往日的神威 开场仅仅24分钟 休斯顿迪纳摩便首开记录 麦阿密国际陷入到败阵 而这不过才刚刚开始 耶德林禁区内犯规 点球主裁判跑不容易 立即吹罚了点球 12码前巴西一箭穿心 休斯顿迪纳摩 进一步地扩大了领先的优势 当初麦阿密国际夺得北美联盟 梅西将队长的秀 还给了前队长耶德林 让耶德林举起了 麦阿密队史的第一座冠军奖杯 然而事实证明 耶德林根本无法发挥领袖的作用 少了梅西这根定海神针 麦阿密国际回到了以前 作为球队老板之一 贝克汉籍的东张西瓦 却找不到人来救资 只能眼睁睁看着冠军离自己越来越远 90分钟战法 麦阿密国际于商品主持阶段 他终于靠着马丁内斯追回一球 但已经为时已晚 麦阿密输了 不敌休斯顿迪纳摩 措施美国公开杯 梅西注定无法躺赢职业生涯的第45关 这对于原本倒数第一的麦阿密国际来说 这个赛季已经足够完美 联盟杯冠军 公开杯亚军 球队已经创造了历史 下个赛季 苏亚雷斯 拉莫斯 莫德里奇 麦阿密将进一步的扩军 剑至北美之巅 斯兰来了 说出你的故事 每天都有新的知识 等着您去发现 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 订阅关注我 从此您将不再孤单 我将陪伴您走过每一个日日夜 加油陌生人 加油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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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yır ay 感谢观看